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轮源投顾前贯州分析师,老师好 千涵好,大家好 既然外资去放圣诞价钱 不过今天台股靠自己再度攻上了万二 其中被动元件族群表现很亮眼 那老师觉得被动元件接下来会成为撑盘的主力吗? 我想从国巨开始 大概一两个月之前 从这个不到300 慢慢的爬上来 现在已经快400块左右的一个水准 那其实他就引申一个话题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产业来讲的话 最差的情况已经过去 那另外来讲的话 除了被动元件之外的话 所谓涨价概念股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还包含像是记忆体 或是在整个细纪元这个区块 好像也起来了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会不会是在明年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会引领这个所谓的一个产业 也有一个涨价概念 再去走前年 然后2017 2018 这样的一个行情往上走 那现在的一个选股来讲的话 其实你就不用太在意指数 因为指数来讲的话 可能往上的空间也不大 那往下其实也不大 因为这个来 今年是不是没有什么 在对到被动元件跟矽晶元 过去没有涨啊 对不对 过去一段时间大概就涨过去嘛 那结果昨天前天是不是滑星科又起来了 对所以这样来讲的话 似乎好像又有些好消息 就是说这个产业是不是最差的情况 就过去开始要去做产品的一个涨价 我想这就是涨价概念股的一个魅力 我想后面我们再去做一个带到 那么我们再从这个流浪来说的话 我们的选股思维 其实我昨天晚上 这个凌晨一点都还在 我在line上面发文 就讲到今天我们要讲的一档股票 刚好就是底部去做一个进去切入 结果今天涨幅就8个percent 也是蛮多的 那我们看一下 我看下一张图来讲的话 当然两个需求 什么是两个需求呢 引领被动元件产业的一个复苏 我想如果大家还记得 在两三年前来讲的话 被动元件在讲什么 在讲说这个春田要减产 还要跨入这个所谓车用的部分 那后面来讲的话 包括像5G 5G的一个应用 或者是说所谓的一个车用的部分来讲的话 会使这个被动元件 多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防撞机制 对当时就是让国具来到1000块 那华欣科也来到400多块 这样的一个水准 那其实几乎都是遍地开花 这样的一个情境 那我们回升到两年之后来讲的话 现在来说的话 好像明年不是就要推出5G手机了吗 对不对 那你说两三年前没有这个 被动元件 它的需求可能是涨以后的 结果现在就要实现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说你说被动元件股来讲的话 清一色都是从过去一段时间 是一个大跌之后 那产业经过修正 开始去做一个慢慢往上 那我们以国具来讲的话 其实早在一两个月之前 他就是慢慢的去做一个脱离底部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领头仰 你说他会不会是涨幅最凶悍的 我觉得未必 那他其实就是一个慢慢的往上涨 在被动元件这个产业来说的话 假设明年 我们说第二季开始的话 其实这个5G手机慢慢开始要去做一个出来 因为上半年大概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一个飞频车营了 那下半年来讲的话 苹果一顾就是有三支手机 三支这个5G手机的部分 假设明年开始 5G手机的一个换机槽正式启动 那你说被动元件这种产业 他会不会开始 就开始走他的所谓的一个涨价效应 所以说除了国序之外 那我们看到在最近这两天的 像华星科也是一样 今天大概是一个小红 那是其实昨天也是一个大涨 或者涨停板的部分 那你说这种股价来看 他是不是等于说是在200块之下 对不对 突破了一个长期底部区的第一根红棒 我们讲说技术分析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第一根红棒 那可不可以去做一个偏多操作呢 我想是可以 包含像是国具包含像华星科 那我们昨天讲到这个昨天晚上的老师 在想说这个被动元件起来之后 有没有哪些除了国具一点多想到的 对其实我找了很久了 找了很久了大概是在 因为反正找了很久 我们就是用Lilet 赶快瞬间就是分享给大家 就是在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个是信仓店 他做什么的 他做这个被动元件的原料 所谓的一个磁粉 如此类的这些东西 你说他的一个现行来讲的话 今天当然是涨了 今天涨了 带量长篷对不对 涨了8% 那我昨天晚上就是想 这个经由这个 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个筛选 经由筹码的筛选 我们发现说这个地方底部很扎实 而且是一个长线的一个大底区 你大概很难找到 在过去有这么低的一个位置 长线那区来讲的话 结果你会发现说法人 这个外资跟投信 开始有去做一个买进 而且大户大家看不到的筹码 大户也开始去做一个默默吃货 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想说昨天晚上看到 我想说今天早上再发 那会不会很多人看不到 对不对 我就昨天晚上凌晨 1点18分 这个如果大家有在我的line 你有收到讯息的话 可能1点18分到1点20分左右 这个区间来说的话 你就会看到说 我大概贴了一个线图 我就让大家猜一下 到底这是哪一张股票呢 那其实今天一早早盘的时候 大概9点就结果了 9点13分还没有长 还在60大概涨不多 涨了1%左右 在64块左右 那时候来讲的话 二话不说 我赶快先 当然第一步是现代会员 会员从底部开始布局之后 今天再去做一个抢进 对不对 6点 这个64块多左右 这个早盘的第一小时里面的钱 10分钟左右 我就开始去做一个买进 还不动哦 对不对 一直到中盘过后 才开始去做一个扶摇直战 我们这样讲 整个被动元件来讲的话 如果龙头开始去做一个带动 那么假设明年又是所谓的一个5G 就是所谓的一个电 这个所谓的一个车用来讲的话 那么其实今年的行情 我想应该会不堪担 是 谢谢钱老师精彩的分析 想要了解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老师的Light 财经节目 我们下次见 拜拜